大家好 这里是在机阶 今天是4月24号 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华江北的手机参考行情 不过我的报价方式不一样 直接从华江北线后 带回来为大家讲解 简单粗暴 直接让大家选择 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真相 首先拿在我手里这台是十三破的麦克斯 我们也接好了电了 两个双减创软件都是全绿的 这里最难得的是一个问题 你们过来看一下印记报告 充电仅一次 官网还有283天保修啊 频率的一个标准 然后这台机器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首先看下外观啊 镜头过来看下 这个真的是可以达到充心的一个标准了 我们在华姐妹今天拿回来的话是6450 你想一下这样的行情 你们感觉怎么样 大家接着看一台这台苹果11 这台苹果十一的话也是我们今天调了很久 白色的手机都是比较缺的 看下这个外观啊 进度过来尽量近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基本上是99星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 电机报告我们来看一下 电池这边的话是94 我们隐私分析数据看一下 因为华姐妹刚拿回来还没有 一个激活 没有设置中文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都没有重新的一个代码 然后电池效率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翻车啊 因为我们在华姐妹没有电池报告 这边是全绿的艾斯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全绿的 这个机器应该过保了 因为它是爱丁一九年九月一号的目前充电144 坚持效率举手 这种机器我们在华姐妹拿回的话 也就是2550 白色的外观真的是非常稀奇 2550的行情 加上电效率主持是这样的行情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再拿一台十二破罗麦克斯这台机器 充新256 其实我们看到一下外观外观 达不到重新的 可能说九九星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电机报告 这在坚持的话 我们从华姐妹拿回来 看到没有 电效率100 然后爱一年的机器爱月7号 这台机器 极品啊 我们也是找了很久了 这台机器我们在华姐妹拿回是5550 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还一年的机器充电仅10次 我看官网还因为在宝 我们 我们没有查 我们试一下啊 批 看到没有 这个还有141天的保修 这台机器5550 我你们觉得这款机器拿回来怎么样 可能这个价格有些偏贵 但是追求那些 性价比的就是追求那些强迫症的人 负荷这种机型这种地区 他愿意去买单的 接着再拿一台 苹果是一样 再来是256的 我们来看一下256看到没有256 我们来看一下年级报告 它是不是全绿的 可以看到这个年级报告 全绿 256G电子效率有94的一个标准的话 我们在华姐妹拿回来 其实还可以 这台机器我记得拿回来的话是2650啊 2650就可以搞定了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就有新的一个状态 而进度过来看一下 这是256g的 2650其实可以搞定一台11 256g的 我们平常带一个保护壳 他真的没毛病 昨天介绍了一款红色的吗 那款是2450的 这个94的电池256g的不200其实还可以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里还有一款 11破落256g的 你们来看一下这台进行电机报告怎么样啊 还是英文的 我们看一下电池 在电池我记得拿回来是电效率100的99的99的 我们来看看电池报告 这边的话 也是全绿的 这边是全绿 全绿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这边也是全绿 这是一个英文版的隐私分析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也没有重启的代码 看一下外观啊 电效率100的 我们其实拿了四五台回来 我们只介绍了这一台 因为这样的参加行情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3150的价格 我暗烟率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说实话这款手机的价格还可以啊 三个分枪头真的是对比其他的型号还是比较可以的 包括这里还有一台黑色的 我们也会同样的行情拿回来的 好 这里有一台翻车了 为什么这台手机会翻车了 实际破了呢 这台机器看到没有 我们都贴好标的 这台机器我们放在窗户里面很长一段时间 没拿回很长一段时间 忘记了这台机器没拿出来 所以说这台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存了 给大家看一下 电池效率虽然有95 但它是换个摄像头的 电机报告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啊 他这上面显示后置原装摄像头有更换 包括这边的话 这台也是有更换的 看到没有 当时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用螺丝拆的时候 他这个螺丝也是没有动过的 看到没有 他也是很醒的 我也不知道他这台机器为什么就是换个摄像头的 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四周看了一下这个边缘的壳 也没有松动啊 我们吹气的话 他这里面也没有说漏气 为什么他这个摄像头换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在窗户里面 所以说在主意就是我们拿回来就亏了 之前我记得拿回来的话是3350 那么现在啊 虽然这台手机是512G 现在我们就亏了钱卖 然后就卖 3050啊 就大概贵了400块钱吧 我们好像是3450拉的 现在就卖3050 你觉得这款机器可以的话 你觉得你觉得这款机器可以的话也可以啊 那你觉得这款手机你到底喜不喜欢呢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况 就换个后置摄像头 其他都没问题 包括我们拍照这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很清晰的啊 那没有 都是很清晰的对焦 前后摄像头都是没问题的 相信大家看完视频 你手里的iphone到底有没有买贵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顺手给我点个赞 你都生活更灿烂